世界上第一个姓麦的人 他是隋朝的大将军麦铁杖 由于他饭量大 每日十麦一斗 于是隋文帝赐他姓麦 而他所使用的武器是一柄铁杖 所以得名麦铁杖 根据隋书麦铁杖传记载 铁杖日行五百里 走即奔马 而在水浒传当中 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宝戴宗 他的原型人物就是麦铁杖 后来他在为隋朝征战高丽的时候 为国捐躯 于是朝廷派国师为其在出生地巡龙典穴 并安葬 木葬地处广东省南雄市百顺镇的大长径 从广东韶关市区到达目的地约六十公里 因为有一段路途非常的曲折 所以虽然路途不远 但全程需要两个多小时 真风水 一风说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麦市的十祖墓 这里所安葬的是隋朝的大将军麦铁杖 大概在十多年前我曾经来到这里 当时墓的前面的拜台是非常的陡峭的 但是后来经过麦市后人的重修之后 拜台就有一个非常宽大的一个名堂 也就是拜台了 那么这种也是风水当中功利的一种做法 这个地方的来龙是从穴的左手边 一路盘旋脱械而来 在最后的父母山开仗之后 形成了像凤凰展翅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个雪碟和父母山都是非常高昂的一个状态 所以贺行为冲天凤凤凰 那么雪是结在凤凰的肛门的位置了 赞经说 千尺为氏 百尺为行 这里的龙脉之行 生动而争切 干龙分支后蜿蜒旁拳 是典型的回龙故族 迈入父母山后 展翅开仗 属冲天凤凰行 学节凤为 左右杀手 居宝友情 左水倒右 左前方溺水来潮 惠于潭浅 横流洁气 立向正义龙氏 对接来迈 在风水形式理论里面 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天门和地户 那么天门和地户 一般指的是来水方和去水方 比如说在卖室始祖 卖铁帐木这个位置里面 我们看到它的左手边就是天门方 也就是来水方 它是比较开阔的 那么在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它的地户方 也就是去水方 它相对是比较闭塞的 这个关于天门和地户的理论 在我的《行事催财六十八》里面 就有详尽的论述 概括来说 此地龙氏参径 龙脉回缓 如苍龙诗味 在江节学处 脉气欲去海流 降落后抽出仙代脉 在江节学处 顿其主商 如飞凤仰宵 有冲天之邪 血体饱满 罗层紧闭 四三成环暴之情 按阳宫导战法来论 此地属龙法中的内战 气脉中的顺战 血情中的缩战 是内战兼顺战和缩战的 典型实战教材 战法为盖法 综合来说 麦铁战墓 龙脉既有蜿蜒参进的气势 也有行征学政的法度 还具备龙水交构的情谊 不愧为随朝时期的名师大手笔 更是风水考古的活化石 在石操当中 我们先把罗盘的一侧 先对准墓碑 对平墓碑之后 再把罗盘的水平对齐 水平对齐之后 我们就转动内盘 转动内盘使得 只能征合海底的红线 完全重合 在完全重合之后 我们再读取 罗盘红线上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这里 就是地盘的丁桑 鬼向尖畏丑 卖世始祖墓 立项为地盘丁桑 鬼向尖畏丑 来水为天盘人方 去水为天盘银方 来水人为先天的坤卦 立项丁桑为先天的前卦 这就符合了先天乾坤定位水法 以九星水法向上祈辅来论 鬼向属于纳甲的坎卦 人水纳甲于梨卦 所以来水人方 为九星中的巨门水 而按三合水法论 天盘去水淫方则为绝水方 迄今为止 麦氏后人遍布世界各地 多数居住在岭南和海外 由于此地龙墙学镇 千百年来 麦氏后人人才辈出 但由于此地的来龙 没有廉针贪婪等做祖商 水口处也没有食药汉门等来守卫 所以难有大跪 观山水之情谊 见世人之浮沉 学习更多的风水知识 请关注一风说 我是一风许联斌 我们下期再会 你 感谢观看